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彩彩 你说 春花姑娘是怎么回来的 戏作死了 那个大魔头要是不放她 她怎么回得来 那她与大魔头之间一定不简单 说不定 她这次回来带着阴谋诡计 以后春花姑娘的事情 还是让少盟主来定夺吧 那你相不相信 她们之间有私情 我们是外人 上次你中毒 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春花姑娘居然带来了解药 然后 大街小巷都是这种解药 不管怎么样 她救了我 以后她的事情 只跟少盟主有关 来 怎么样 聊透了没有 春花确实是被上官秋月色利用 但她并没有对不起奉命山庄 但是你不确定 春花和上官秋月之间 是不是真的有私情 我不敢确信 但我认为没有 说来也怪 说来也怪 上次蒲公英的解药 突然之间就蒲天盖地 长生果的叶子 蒲公英的解药 如果真是出自于千月洞 那上官秋月 还真不是对长生果没兴趣 但不愿意 所以她也不愿意 在此前也不愿意 要不愿意 她说她的结药 是真正的 我真是三个人 她的结药 她不愿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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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义儿 凌阳只听命于棱掌门的号令 将令在外 凌阳滋生出别的想法 也不是不可能 怪不得春花姑娘这次回来 与以往大不相同 你好好安慰安慰她吧 如此一来 还须从长计议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待会儿再来 春花 过来坐 春花姑娘 我们再讨论长生果的事情 我们再讨论长生果的事情